觀眾朋友大家午安 歡迎收看未來事件部 我是王之瑜 現場為您邀請到的是 華信頭顧的總經理線文 文哥午安 主持人大午安大家好 好文哥 今天其實更重要的 應該不是台股今天小漲十九點 是的 是有兩場非常重要的法說會 OK 就是我們的股王跟我們的全職王 OK 阿力光跟台積電 你們感覺我好像很不屑的樣子 OK 你是專業的分析師 專業分析師是要預測未來 不是等法說會 對 所以就是法說會的數字 你拿來預測未來 不過如果說 你們以比較非專業的因素來看的話 其實有點像是法會 為什麼 你看清楚 庫存調整 這個我在今天一華節目有講 你們接著我看重播代話 你們有看到 為什麼不然明天完蛋蛋 台積電Q2的營收 都計測7.6%到8.9% 對 那麼基本上我覺得那是一個正向的發展 謝老師 你為什麼都更加不一樣 他不是計測 我不 有講這樣好像覺得我們很不很專業一樣 我講坦白講台積電也沒什麼了不起 有本事講8021間點才掉 今天間點打到跌停板這才叫厲害好不好 對 但其實我沒有幫你擔心 你知道為什麼嗎 不用擔心 因為你買那麼早你今天跌停還是賺 我會用很漂亮的方法去做一個所謂處理 因為我說過基本上資宇應該認識我很久了 那麼我可能觀眾不熟悉我也沒有關係 我只跟大家強調一件事情 如果你認為這個節目會帶你買最低賣最高 你真的就不要再看下去 我不可能買最低賣最高 就像我請問大家 昨天622賽的旺席 我賣了104塊錢 今天旺席有沒有高點 有高點 有高點 可是我有我自己操作的一個策略 操作的一個所謂腳步 那這一部分的話 我等一下慢慢跟大家剖析 那為什麼你們看到財經臺 哇 季減7.6%到8.9%好嚴重 我講坦白的 如果我不懂主力心態 我會告訴你非常非常的嚴重 可是當我懂得主力心態 我知道它是一個正向的發展 怎麼講呢 來 我們把這一兩天 我在3D財經臺的一個資訊給大家看 這個是在昨天的時候 我很清楚的在一華節目當中 昨天 我說我很難得看到心態它有多 有空又有多 這很難得看到 看到出現兩種顏色 這代表說他們在尋找一個 所謂趨勢上面方向 來 第一件事 你再看一下今天主力心態 今天11點05分17秒 同樣是一華的節目 當時台北股市是往下殺一刀 沒錯吧 往下殺一刀 那時候指數是只漲11點 來到了多少我不知道 那麼當時我在節目當中 我就很清楚跟大家報告 我說主力心態 它是個標標準準的多 還不懂 來再面試 這是昨天我在節目當中 我所跟大家做的預告 我在昨天節目當中 我也記住跟大家預告 我說今天早上第一段 你會看到空方時間 第二段你會看到多方時間 我也跟大家強調 9836到9851 不要用到啦 逗點啦 9836到9851 那是空方的防守價 甚至於我還畫圖給你看 我說它會先往下擊殺 上下震盪之後 又往上之後一個人會擊拉 重點就在這裡了 排音節完了 這是昨天的啊 排音節完了 不懂再變喔 今天台北股市 他有沒有碰到9851 有 收盤有沒有收在9836之上 有 老師我不懂是什麼樣的意思 如果你不懂的情況之下 我謝文恩 我這邊開兩條路可以走 我開兩個門給你走 我希望你選第一個門 第一個門就是門打開之後 趕快跑 永遠不要回頭 永遠不要再回來了 相信我 真的我是很誠實去跟你強調 那第二個門的話 你就要想盡辦法去強化你的專業制 強化你的專業技巧 我請問各位 9836 老師啊 我知道啊 今天收盤收在這兩個中間 比較偏於這一個 你難道只看到這樣子而已嗎 你難道只看到這樣子而已嗎 好 我先跟你解明天的盤喔 明天的空方防守價 都在9898 那明天早上第一段 你會看到一個所謂多方的 一個所謂時間 那基本上 你說我為什麼說 這是一個正向發展 我再給大家思考 我給大家想5分鐘時間好了 為什麼這個是一個正向的思考 好 我慢慢解 你慢慢想 基本上很多說4月份操作難度很高 我講坦白的 我講坦白的 4月份 我們就以這一個禮拜為例 這個禮拜為例出手三次 我們兩次是成本出 那為什麼會這樣子 你有沒有想過3月份 我在跟大家比喻3月份 所以說有時候 簡單的行情 你要大力去賺 你要賺很多很多的錢 當他進入一個所謂複雜的 一個所謂行情的 一個所謂情況之下的話 你至少要能夠去做一個 所謂保本的動作 三次出手 合作家沒關係 三次出手 兩次成本 一次小小賺 這是我這一個禮拜的績效 我很誠實跟大家報告 那為什麼說3月份 它是一個所謂的幼稚園的行情 因為很簡單 當時在3月9號 外資賣了100多億 其貨賣了1萬多口 每一個人跟你講要崩盤 我卻告訴你來到96XX 就是你最後上車機會 就短短一個多禮拜時間 有沒有一口氣漲了390點 那這一個月 你要去探討 為什麼會這麼複雜 因為台北股市 加權跟OTC 它是不同調 不同調的情況下 你更需要知道 主力作手的 一個所謂價格的一個觀念 再來一遍 慢慢想 為什麼9836 9851 這麼樣重要 再來一遍 上個禮拜三 主力心態是個飆飆 準準多 所以台北股市 收在最高的高點 外資期限或大幅度的買超 我請問各位 上個禮拜三 一根紅K棒 每一個人都跟你講說 這個行情要挑戰萬點 我可沒有在節目當中 講過這種事情 我只很清楚跟你預告 我說9906點 那就說禮拜四的多方法價 就上個禮拜四 因為主力心態有多轉空 就收盤也會收破 9906點有吧 所以這是為什麼 我在禮拜四的時候 老師這跟明天有關係嗎 你慢慢聽我講完 所以說我跟你預告 9906到9911 那叫做空方的一個防守價 那為什麼禮拜五台北股市 先往下做擊殺 老師我知道 那是因為敘利亞 59顆飛彈的原因 你又大錯特錯了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面臨到一個所謂主力心態空 而且10點15分以前 那叫做標標準準的空方時間 這樣事情我有沒有在Lite 8裡面 給你一個非常完整的一個所謂的剖析 那很多說 謝老師 你為什麼Lite 8 你不在上面直接寫網址 不好意思 我們Lite 8的話 它是有一個所謂 selection的 所以說是有升過一個所謂審核的 我們不會像一般投庫老師想想看 你把你的Lite 8打開 裡面永遠都在做生意 告訴你今天是最後一天 明天永遠都最後一天 趕快入會 你要Lite 8的網址幹什麼 倒不如趕快把它刪掉 那對你還說還比較有大幫助 那當然如果說你想知道Lite 8的網址 廣告中的電話 你把它撥通 就是因為10點15分 以前的一個所謂多方之間 它先往下擊殺 再來一遍 基本上 操作最難的地方就在這裡 至於認不認同 擊殺 擊殺的時候 突然靠近我好可怕 擊殺的時候想不想放空 想啊 對啊 擊掌的時候 我差點飛到天上去了 想要坐 對啊 對啊 這就是人性嘛 那我請問各位 如果說你把這一套 至於其實它沒有操作 它不知道 所以你沒人性 你不要用人來形容我 你是侮辱到人 對啊 我們已經是這個階段了 真的嗎 不是 飛啊 你飛起來 送其力 我飛起來的話 謝其力 飛起來 你要先給我個毯子 我才有辦法坐在上面 還有一個油燈 還有點個彈箱 明天準備給你 OK We are waiting for We are looking forward 好啦 跳一下 好啦 跳一下針 跳一下針 那為什麼你要學習主力 做手操作技巧 再勉喔 如果這一個月 你用最簡單的模式 急掌跑去追 急掌跑去放空 很抱歉到現在 你可能滿頭都是包 發現你 不是LV包包 滿頭都是包 發現你的財富越來越少 那我請問各位 上個禮拜 我看到這個急掌 想不想空 空啊 結果上個禮拜 台北股市 有沒有收在最高的高點 可是在上個禮拜 我說開高之後會往下擊殺 上下震盪之後往上擊拉 擊拉之後又往下做個擊殺 我請問各位 難道這種預測 我是在預測好玩的嗎 難道你今天把我的課程拿回去 你沒有辦法做未來的一個所謂推背圖的一個規劃嗎 再一遍 兩扇門 第一扇門 把台北股市當作鬼月一模一樣 門打開 跑出去 永遠不要再回來了 第二件事情 強化你的專業知識 上個禮拜五 急殺 放空 禮拜二 急拉 追 又蹦 一刀下去 我們只是跟你做反向的一個所謂思考而已 禮拜二 跟你預告多方牌殺尾牌隔日會開高 告訴你禮拜三如果往下回測97XX不要殺低 我請問各位 我有沒有白講 你萌心自問 為什麼你要帶槍投靠 我有沒有白講 你自己想想看 你把你的軟體打開 你把所有技術指標打開 現階段這一個月才短短六七個交易日而已 所有技術指標每天巴來巴去 巴來巴去 巴巴巴巴巴 去大陸好了 老師跟大陸有關係嗎 有啊 大家有去過大陸 大陸讓我印象最深刻的 除了霧霾之外 下飛機的時候 哇 我以為來到法國了 你知道嗎 來到阿爾卑斯山 因為全都霧霾嘛 我也有好漂亮的風景 結果空氣不一樣 大陸最有名的特色 除了霧霾之外 就是喇叭聲了 紅燈變成綠燈 半秒鐘你不走 後面就八成一大片了 沒錯吧 至於有去過吧 有啊 這是讓我印象最深刻的啦 印象最深刻的 如果在台灣這樣巴掌 我怕他鼻青臉腫 那我會跟你預告 我還用3月9號當時跟你做報告 這樣390點 只有說我在禮拜 跟你預告你千萬不要殺低 9773點 來啊 再一遍啊 有沒有很恐慌 有沒有很恐慌 有喔 有很恐慌 昨天有沒有網站擊殺 就談了40點 到今天便談了90點 你會預期的到嗎 你會預期的到嗎 你是絕對不可能預期的到 好 我這時候要開始做解答了 老師 那到底有什麼不一樣 今天也是一樣啊 今天也是一樣啊 我在昨天跟大家預告9836 日期可能寫錯了 無所謂 9836還有9851點 叫做空方防守價 到現在你還找不出答案嗎 好我可以跟你講 可是講完之後 你一定要拿出你的行動力 把你電話打電話進來 直接把你電話打電話進來 這很奇怪 拿你的電話打電話進來 直接詢問有關於我們全方位360 至於你知道有什麼不同嗎 什麼不同 之前預告的9906跌破 跌破之後9906變壓力 結果從來都沒有碰到9906 也沒碰到9911 等同於我這幾天 之前跟你遇到的空方防守價 多頭都沒有碰到 今天他有碰到這一個最高值的空方防守價 這代表慣性改變 那重點你要匯算 重點你要匯算 再一遍為什麼需要匯算 今天盤中這幾天幾分 今天幾分10點40分 又來一遍了 超級無敵大的一個所謂摁頭 崩盤了 結果有沒有又往上做一個所謂急拉 所以說現階段4月份的操作難度很高 5月份難道我不能變成OTC紅燈大盤綠燈嗎 6月份我難道不能變成大盤紅燈OTC綠燈嗎 玩死一大堆寶寶 所以說如果專業度不夠的 你在這裡跌倒你還想再爬起來的 我奉勸各位全方位360 是你很好的一個所謂選擇 好就好像我再講一個笑話好了 今天收盤的時候 至於你知道我們公司電話多多 抱歉 全部的人都打電話進來問8021的監點 不是我的會員 很多觀眾打電話 哎呦老師啊監點到底該怎麼辦 我有叫你們追嗎 我有沒有叫你們追啦 如果我有叫你們追 那是我的一個所謂錯 那重點就在於說扣除掉監點之外 難道你們都沒有正面表列的一個訊息嗎 那我就請問各位 今天3362的新進光 他又創波段新高了 他又創波段新高了 總共一支11支漲停板 那重點就在於說 為什麼新進光你在第一時間 你沒有辦法去掌握 第一時間沒辦法掌握之外 你第二時間你也沒辦法掌握 30.88 因為你不會算這一個東西啊 不會算這一個東西 就把這個怪怪的人帶回去啦 帶回去 30.88 我在節目當中 我有跟大家預告 徐小姐光先進光 一檔先進光 他買了20張 20張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30.88的股票 一個月的時間 可以賺50萬 這個我都有跟你預告喔 所有的邏輯 所有的原因 我也跟大家講得很 就講得非常非常的 一個所謂明白 甚至講白點啦 在更早之前 有沒有一個老師 真的股票上面 能做到波段上面的 一個所謂操作 而且是有進有出 在節目當中 做一個所謂完整交代 我請問各位 為什麼工業4.0股票 這一個月這麼弱 因為上銀害的 上銀不要打我喔 因為沒有 我不是講你基本面 我是講你害的 那是因為你的心態 有多轉空 你害的原因 那是因為 他是月線綠燈的股票 這是為什麼工業4.0股票 不管包括上銀 不管包括6188的廣民 甚至於我們最會做價差的 1590亞德 我這一個月都不做最主要原因 甚至我們還在賣 最主要的狀況 就在於說上銀 可是問題重點 你說老師上銀 真的跌下來 那問題重點 你沒有出 你是等到211塊錢 看到報紙利多跑去追 那你知道問題在哪裡嗎 因為第一時間點 我跟你講主力心態的時候 因為你不會算 因為你懶得算的情況之下 你又不想去下載我們的軟體 不管下載到你的電腦 或下載到你的手機裡面 你就可以知道 每一檔股票的 一個所謂主力心態 所以說當時 一檔股票 講三個月的時間 就只有我謝天 謝地 謝文恩 從上銀 廣民 61660 這個林華一直到1590的亞德克 紅樣的8021的一個所謂尖點 我在23.1的時候 我在節目當中 我就跟大家預告 只有一口氣 也長了三支的一個所謂掌停板 所以全方位360 除了會做多 除了會放空 更重要 小數讓你變成大數 你要了解波段操作的一個所謂真諦 那我之前跟大家報告過了 基本上我的一個所謂操作 SOP 你真的要聽清楚 我知道有很多投資朋友 你之前跟著太多投顧老師了 每天不斷的追高殺低 這讓你誤以為說 找到謝文安之後 謝老師啊 反正你有軟體 謝老師反正你會算 你應該有本事 買在最高 買在最低的低點 賣在最高高點 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上一算運氣比較好 因為那時候我們看到主力心態 已經連續的空 所以那時候 我們在208到209 就把它全部給賣掉 把資金持續買進先進光 持續買進8021的一個所謂尖點 那時候是我們運氣好 可是問題重點 你說623的旺席也都是一模一樣 這邊要看清楚 基本上 這個是我在前天的時候 我在節目當中 我所跟大家分享 上贏的一個所謂月線的關鍵價 現在有很多股票 列寧黨股票都知道了 艾鴻 很好記法 6220的月峰 今天月峰也打到一個所謂跌停板 你都沒有感覺 再插一支跌停板 你用融資買進的 很抱歉 就拖去斷頭了 那如果你在之前買月峰的 到今天為止 剛好斷頭 40% 你100萬進去 很抱歉 你一毛錢都不剩 所以這個時候 我還是強調一件事情 應該講無時無刻 你一定要知道你手中持股 它目前的一個位階 到底是月線紅燈還是綠燈 到底主力心態多還是空 就像2014有上映 我們可以預告 190.25 就是它的月線的一個所謂關鍵價 好我們是看到 心態由多轉空 而且月線從紅燈轉為綠燈 所以說我們落跑 那同樣 623的一個所謂忘信 我們當時我們是利用擊殺 98.9買 很會背喔 不是背 這是我們實際的操作 一個老師如果講不出來的話 我就認為啦 如果一直要看一直要看 那應該都是 應該都是假的啦 這自己做的東西自己不知道喔 98.9買進的時候 最高漲到113 可是我們沒有賣113 因為我沒有這個BLSH 我沒這麼厲害 我是等到訊號出現之後 短線它要進入震盪整理的時候 我告訴我的會員 全部獲利了結 這就是我們的操作策略 那我也在跟大家強調 為什麼我在節目當中 我要講得這麼樣清楚 我要講得這麼樣明白 我可以看一般投顧老師一模一樣 永遠都遮遮掩掩掩 你永遠不知道 投顧就分兩種嘛 一種就只會看到今天8021的尖點 跌停板 然後在節目當中去酸尖點 那種叫做臭鼠浪 那拿不出任何的定對策略 你有本事 你在節目當中講他的明天 我最討厭 我最看不起那種 只會落井下石卻沒本事的 那第二種就是每天遮遮掩掩 那我請問各位 我謝文恩 不管漲不管跌 我敢在節目當中跟你分享 我問大家我憑什麼 因為很簡單 我希望投資朋友 你要選對專業 有空自己到我們FB的不公開社團裡面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捐款的一個所謂單據 當你選對專業之後 你賺錢的機會變得很大 你除了吃魚 你除了釣魚更重要的 你也懂得一個所謂行善不失 去幫助那一些需要被幫助的人 那我請問各位 我再舉個例子 我們今天宋先生 不好意思講出你名字應該沒關係 宋先生他來公司 辦理提前續約的一個所謂動作 那麼提前續約的時候 他拿咖啡來 拿咖啡來 我一手接過來 空的 他喝完了 叫你丟垃圾而已 你們下次 我客人一個禮拜固定 拿兩次星巴克的咖啡來 新插測 新插測 結果有一次 因為我這個人 我是一個很努力的老師 我在上班的時間 99.99999 我都是連在我的辦公室裡面 除了上廁所吃飯 一樣都在辦公室 廁所吃到辦公室外面 吃飯也是在辦公室裡面 我是一個非常認真負責的老師 咖啡喝到不想喝了 結果結果 因為我從來沒有買過新插測 你們可能不相信吧 我以前在美國讀書的時候 我沒在喝咖啡 因為覺得咖啡好像是會讓人家 心悸或幹嘛的 結果後來有一次去新插測 才看到一杯咖啡要這麼貴 我們馬上 至於馬上想到什麼 想到雞腿便當跟牛肉麵 為什麼 它的價錢好像這兩個 加起來都可以滿足 而且人家雞腿便當還送紅茶 對不對 沒有開玩笑的 所以說不要再送咖啡過 而且一次送都送15杯以上 那麼基本上 那我們這送先不是送咖啡 咖啡杯是空的 我以為他咖啡給我 結果拿起來是空的 老師你不是要這個東西 你要是捐款單據 捐款單據要給我 好我希望 我的會員 你們捐款單據 遇到我的時候不用給我 第一個 捐款單據 它是你 對國家社會貢獻的證明 沒錯吧 第二個 這是我們未來上 我們掛跳之後 上 天堂的門票 不要弄丟 千萬不要弄丟 你可以把它做一個 玩整整的保留 來 這個禮拜來到哪裡了呢 來到了中華社福券牧基金會 再從中華券牧 我們來到家福 再從家福 我們來到了多多樂樂 台灣動物緊急救援推廣協會 再從台灣動物 我們來到了愛往全人 關懷基金會 愛往全人是做集戰救助 還有兒童少年輔助 愛心小捐款 這邊還是感謝會員 你們的愛心捐款 就是因為有你們 我們都拿到上天堂的門票 就是因為有你們 我們所做的媒體散舉 主力作手 他完完全看在眼裡 而這個好事情 也可以發生在你的身上 重點就在於你的 一個所謂行動力 如果你得到一個所謂 事前的預告 事後你得到一個所謂 完整的驗證 驗證再驗證 全方位360 差一天差很多 感謝黃銜 撥通電話架座完整俏訊 好我們休息一下 稍後馬上回來 去全球視野的操盤團隊 才能駕馭股海財富浪潮 滑信投顧 真心照顧 速播領航專線 02-2392-3988 2392-3988 好的行動保養 從現在開始 將來人生建立交援 付出給力 還不美麗 利息撥打 0800-002-8888 你有在網上訂過飯店嗎 TriVago其實幫你 從250多個訂房網站 及APP上 比較超過100萬間飯店 不用懷疑 你可以用TriVago 輕輕鬆鬆 以划算的價格 訂到理想的住宿 找飯店 TriVago 補充行動活力 一致到位 將為人生建立交援 付出給力 還不美麗 立即撥打 0800-002-8888 好 歡迎回來 這個觀眾朋友都在問說 對 必須以待 今天收視率可能比那個 八點檔高100倍 今天跌停要怎麼辦 今天要怎麼辦 涼拌炒雞蛋 那是你們的想法 我不會涼拌 涼拌不可能炒雞蛋了 涼拌炒雞蛋不能吃 那基本上 如果說在我們軟體的 右半邊的話 你可以看到它的 一個所謂多空的防守價 好 我直接給大家 基本我是想給你們看 可是給你們看之後的話 明天對我的價位 它是有一些所謂的影響 就像我請問各位 前天我在節目當中 我有跟你解六二三忘記嗎 不可能的 因為我要做 某些動作的過程當中的話 我不會在節目當中 公開去跟你們講價位 像間點的部分 我可以跟大家做一個提示 那當然如果這個提示 你聽不懂 你手中有堅點 8021堅點的 你不知道該怎麼處理的 廣告中的電話 無論如何 一定要把它撥通 它會介於2X.9到2X.7 做一個所謂區間的震盪 至少它的股價 是在多空線之上 那多空線有多麼樣的重要 我舉個例子好了 我還是比較好奇 你們關心我手中堅點的時候 你有沒有關心過 你手中的這些股票 我在幾月幾號 3月27號的時候 我就跟你預告精彩 精彩科1536 河大3665 茂林3514 玉金620的A號 乃至於2049的上銀 我都跟你預告這些股票 是月線綠燈 外加主力星太空的 所以這時候 你還是要想盡辦法 間點 我明天會處理的 非常漂亮給你看 明天同一時間 你就會看到我們的 一個所謂成績單了 所以說你不知道 該怎麼處理 廣告中的電話把它撥通 或是你可以直接去下載 我們的APP 為什麼要下載再一遍 這個叫做620的A號 我請問各位 我有沒有在75塊錢告訴你空 沒有 那時候75塊錢的時候 人家主力星太還是多 結果到他跌破了一個多空線 治癒多空線之後 在多空線附近上下震盪 我當時在3月27號 禮拜一跟大家預告 月風要落跑的時候 月風還有64.3 不相信嗎 心態有多轉空 有多轉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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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至於你知道現在多少錢嗎 從64.3 到今天 這天還可以給你預告一遍 還可以預告一遍 主力星太空 到今天為止剩下47塊錢 三支跌停板 好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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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條凸空線 我先找到第二條凸空線 我這邊只看到第一條凸空線 現在有很多 我昨天跟大家預告的金居也好 2377微星都是一模一樣 所以正是你手中持裹的問題很重要 不知道該怎麼處理 全方位三支 趕快電話線 撥通電話架座 玩家群 好非常謝謝大家的收看 這今天未來事件部 我們明天見